他就要来看那个简报播放 假设你的简报做好了 那你要上台报告对不对 报告的话 请问你 简报报应我们都知道 都可以直接按那个play就好了 可是内定值的话 会从哪里开始 是会从第一章开始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你说 啊我我直接从这边喔 你看喔 你如果是新版本 我们2017的话 在上面他有一个特别的 是不是有一个叫 投影片放映的这个标签 对不对 那这里就可以说 你要从第几章开始播放 可是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记一下快速键 因为有些东西你 假设这个简报你常用 待会记一点点快速键 会有所帮助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快速键 到底是什么 今天如果你要从 这个 简报开始 放映的话 这里有几个快速键 来 第一个 如果你要从手开始的话 所以就是键盘上的F5 所以上面那一台喔 这个我们讲义上有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讲义上有F5 就是从头开始 那假设你可能播到第五章以后 我要从第五章开始播 就是你已经跳到第五章了 那你就不能按F5 因为按F5就回到第一章去了 你假设要从你 那一个页面开始播 就是叫Shift加F5 好 就是从你现在所在的那个页面 开始播的话 好 就是用这一个 那这里呢还有 你如果要跳到某一页 比如说 你 假设你已经知道说 我大概第几页就是做哪个内容 那我想要跳到第几页的话 你只要把页数打进去 按等等就好了 比如说 我现在想要跳到第28页 我就按28 真的 有没有就跳过去了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到那里 因为我在这边有放页嘛 右下角这里有个页秒 就是28 右下角那里 有没有 如果今天如果要跳到第50页 我就按50 按等等 就跳过去 你看说吧 这样人家看起来比较专业一点点 因为你就不用按右键 因为你按右键 然后就自己当 但人家就会觉得 嗯 你好像不是很熟喔 哈哈哈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时候 我觉得说 我们讲义 比如说我们讲义有印出来了 那你站在跳的时候 就是说比较简单 你就自己偷看 啊第几页 就跳到那边去了 那请问一下 我当快速见到第几页 因为我没有记 哈哈哈哈 我刚刚快速见到第几页 撿到了第几页 有看到吗 夜码 35 所以我现在就跳35 诶 是不是又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比较快嘛 好 那 请问你 一般你在 撿到 你有没有把那个夜码显示出来 预设都没有啊 有没有发现 所以如果 你看 我们如果要给人家印的时候 印夜码 是不是要跳的时候比较快 哈哈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说 你如果要列印的时候 夜码怎么显示出来 把它显示出来 因为这个其实是有需要 有需要的 好 那再来就是说 你看 我们这里有两个快速线 也建议大家会一下就是 我们常常在简报里面 是不是有时候要变成箭头 或变成笔 你想要stop 那我们上礼拜有分享过那个 画笔嘛 对不对 你除了用那个以外 假设你就是单核 我在tot里面 我一定可以用 因为笔的英文叫pand 就是ctrl加7 ctrl加7 你按一下 这个时候呢 ctrl加7 好 它怎么变这个 嗯 等一下 确认一下 先确认一下这个 这个ctrl加7 正常来讲是ctrl加7 好 这个时候有没有变成画笔 有没有 变成画笔 那当然你要改颜色 改笔的大小 还是要进来按右键 但是如果你现在 诶我弄好了 我现在放为箭头 因为箭头的英文是ar 这个ar o w 所以你就ctrl加8 这个时候又恢复成箭头了 好 所以这是内定的 内定的至少这个你要会 差不多大概就像这样子 好 所以这几个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来 我把它 先把它清除这样 好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有几个 你要会的就是 第一个f5 你要会 翻头开始 播放 再来就是ctrl加f5 就是从你现在所在的那个简报的那个页面 开始播放 再来就跳到哪一个页面 有没有 好 你就是页数加个enter 就好了 好 页数加enter 他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事呢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的 那么 最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事 你要带着走的话怎么办 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在简报面 有可能放的那个档案比较大 比如说你插入影片 插入声音 或者是插入了照片比较大张 那这样会有一个情形 就是说 他内定值 档案超过好像是200多k 他就会 不会放在简报里面 才是用类似像超连结的方法 那你可以用所谓的 装装层光柄 或者以前称动随身简报 你 你就是说 他会帮你把这个简报里面有用到的档案 把它怎么样 收集起来 好 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变成一个资料箱 然后呢 顺便把什么 播放层次也带进来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2007 那万年米大的那个地方 他用的是2003 哇 很抱歉 不能打开 这个时候呢 他会帮你 就是 放一个叫做 PowerPoint Viewer 也就是说 好像一个播放层次这样子 那即使那台电脑都会有装任何的OBIS 他至少能够播 你就不用担心说我不能播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 你知道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就从这边 然后 从这里 好 你看到我们这边存档的时候 哇 这里没有 发布 大家放在发布这边 好来我们看一下 来 一样哦 你按左上角这个 大按钮 这里 新版本放在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做发布 新版本在这边也叫发布 你找到这里它有一个叫做封装成光 现在看到了 当然不见得是一片烧成光碟 所以他就是封装那一个资料夹 或者说你真正有交入器 他把你放在光碟片里面 可以可以可以 还是可以改 他只是帮你把所有资料收集在一起 因为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 那所以呢 我就从这边哦 你看哦 封装成光碟 好 然后他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 来 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来这边 好他就问你说 你的这个CD要叫什么名字 事实上没有差 这都可以 好那重点是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复制到CD 对不对 我们是要复制到资料夹 所以要选下面这一个 你如果是复制到CD 那就是有消入器 就直接搜出去了 可是我现在需要是放在某一个资料夹里面 来 把它点一下 那 那电子它是放在我的文件夹 所以我把它换到我的那个目录里面去 好 假设我用这个 或者 好 好 存档 哎 糟糕 因为这个资料夹还没有 我先建一个好了 我建一个资料夹 叫做output ok 现在呢 这样就没问题 这样就没问题了 好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我现在弄好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下 好 它现在已经选好了 按确定 好 好 那它现在呢 它会开始帮你做工装 你乱事 它这个你可以帮你找 找它那时候没有用到哪些东西 好 那我现在已经做好了 我回到我的桌面 我们来看一下下 你看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output 有没有 做一个资料夹 做了一个资料夹 对不对 好 剪开 有没有看到它简报的CG 打开 有发现 哇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有没有 你看我们的简报档案在哪里 有没有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那它里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PPTC 这个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 那个叫做 超朋友的Viewer 也就是它可以看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拿到 你要把它拿给付了 就是 它会把你所有的档案 里面有用到的档案 通通包在里面 包括如果你 像我们刚刚有用什么事情 有没有 它会把你包进去 或者图片 影片声音 那你要播放的时候 就打开这个 这里有一个P字档 就直接Place 它就可以开始播放 就可以开始播放 那您大概了解了吗 所以如果说 你以后 你要带着走的时候 记得 用这种所谓的随身简报 或者所谓的封装层光碟 你在带的时候 比较不会少带的东西 因为我们有时候怕说 超超带的时候忘记带了 那这样就可能效果就打折后 这个是跟各位教育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所谓的封装层光碟 所以位置你再看一下 在这里 有一个发布 叫做封装层光碟 来 我把它谈给 各位 你可以先找餐餐喔